有些狀況 期間事故,在冊填痘情況下 因為秋天是屬於噪子 秋天比較乾燥 我們人會因這個食物缺乏 無疑有口感死人造上口的情況 當然這時候 像這種季節 氣虛的病人會特別多 氣虛而且通常都會 呼病一些口感死人造上口的情況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講的氣力流虛的這種症狀 那這個時候呢 聖麥寧就是一個釋放的一個靠近 因為聖麥寧裡面 它有生 人生可以補氣 然後再加上曼門東 曼門東甘臺 它可以化解人生眼睛的照片 但是它又可以知音 潤照 降火 所以 那曼門東它當然就是一個促身的作用 所以 聖麥寧在這個季節也用來補氣 所以 調理你的因為氣虛引起的這種 皮膠倦在不舒服 是一個非常可以的方式 我會指它是酸 然後入膽 其實它的酸主要就是固色的作用 固色的作用就好像是一個收斂的效果 可以把你流進去的氣 然後毛骨的流下來 照 上 狀況 乾燥 你會覺得皮膚容易乾癢啊 口乾舌燥啊 而且 會很容易覺得疲勞 莫名的疲勞 明明睡得很飽 可是早上其實會很容易睡飽的感覺 那 這種狀況其實就是因為季節的狀況 可以在這裡進入秋風造景的這個狀況就很飽 替代的方法 比如說補氣的話 我們當然也可以用啊 保護身啊 大概就是 除了人身 等光是末年是最常用的 那另外 比如說 滋潤的話 滋潤的藥也可以用黃金啊 或者白白這一類的 但是你看為什麼 森曼尹他有話題 因為他經歷了八百多年 那這樣 我們五人 這麼多醫師 這麼多病人 驗證下來 他的效果是最明顯的 所以 說他是黃金種的這個狀況 一天一天 正常 比如說 在症狀不是非常厲害的情況之下 一天一天 那 早上 比如說一天我們會把它煮成兩份嘛 早上一份 晚上一份 餐前 餐後 吃的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東西也不上 空心菜白蘿蔔 會解藥 不要吃了 空心菜白蘿蔔 會解藥 不要吃了 然後再來呢 比如說 孕婦產婦 孕婦是不能吃人生的 所以不要合身而已 那 產婦在產後兩週之內 還有傷口在 所以也不要吃人生 那 另外的話就是 高血壓熱的 吃人生也特別注意 因為高血壓熱是傷口 吃人生會容易血緒的傷症 那 另外一個問題 十二歲以下的小朋友 不建議不用太多的女生 因為 它會引起性早走 對症的話 很快 三到七天一定看到效果 但是 補計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所以 一般來講 每一個療程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把你氣 補中到一個足的狀態 那 而且可以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那當然 我們會建議說 就是補氣一定是 就是說 你要維持你身體健康的狀態 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那 你有哪些需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正常的做食物 不要熬夜 第二個 營養功夫的飲食 然後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養成運動習慣 那 最後再搭配上一些 適合自己的體質的重要 這樣 這四個方面配合起來 你自然就能夠維持這個健康的狀態 這四個方面配合起來 這個品牌的改善程 增長的項目 就算被1個天鹿 在這裡有什麼東西 那 6個方面配合起來 那麼多的衣服 所以有些社工程